一名粉紅中國網紅到了北京的圓明園遺址 見到了一隊日本旅客 由一名中國導遊帶隊 正在圓明園遺址前面拍照 結果那位中國網紅就亂錄 導致這個拍照過程非常的不順利 導遊就示意請他稍微讓一下 沒想到這名叫做亞人的中國網紅瞬間爆氣 說 哎 你們是日本人嗎? 你讓我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領土給日本人讓位拍照 是何居心啊 這種正常的人與人交流的關係 友善的行為 我在小粉紅眼裡變成中國人要給日本人拍照讓位了 這就是幹什麼呢? 這就是碰瓷 看到這個管理員就更好笑啦 所以我支持中國網紅的說法 日本人就不讓進 那我是認為你就直接在這個圓區的告示牌貼 日本人不讓進 這樣不就好了 你不貼嘛 是吧你還收人家錢 收人家錢你又不讓人家進來拍 我是請各位懂日語的網友啊 趕快大翻譯運動 搬運過去日本的網路啊 讓日本的議員電視台看到 日本的景點也可以開始學中國這樣子啊 禁止中國護照的旅客啊 幹嘛讓他們來這個經國神社大鬧 幹嘛讓他們來奈良為這個路吃屎 踢路的頭 還給他們吃中國護照 那這名叫做亞人的中國網紅啊 他被很多人挖出 他就是一個碰瓷大王 而且他似乎還是個小小造家人 有在英國讀書留學 也有在美國讀書留學 然後他曾經在19歲的時候呢 在美國加州 因為想要去S一個當地的女孩 未稅 逃回中國錢被美國警方給逮捕了 最後賠了100多萬才解決這件事情 一名粉紅中國網紅到了北京的圓明園遺址 見到了一對日本旅客 由一名中國導遊帶隊 正在圓明園遺址前面拍照 結果那位中國網紅就亂錄 導致這個拍照過程非常的不順利 那導遊就示意請他稍微讓一下 等這兩個日本旅客拍完啊 你要拍的話就可以換你啦 對吧 這先來後到的問題嘛 沒想到這名叫做亞人的中國網紅瞬間爆氣 說哎 你們是日本人嗎 你讓我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領土 給日本人讓位拍照 赤河居心啊 於是展開了捧瓷 我們帶大家來分段點評一下問題在哪 大不想讓你往那邊走一點點 你在給日本人照相 然後讓我再往旁邊走一點點 你給誰讓 不是從日本啊 我聽你說是你放話 是從日本人嗎 日本人是 日本人給日本讓走 你給誰讓 你講哪個國家的人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嗎 我覺得有關係 那你覺得有關係就算了 看我給你 大家 我就不讓懂嗎 你可以不讓 你可以不讓 你敢往那邊讓你點點照個下 你在圓邊跟你商量嗎 這句話你都不該問的 我們還在圓沒圓 看完第一段 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一種沒事找事的感覺 這本來就無關國籍或是人種 對吧 先來後到嘛 他們已經在此地先拍照了 本來就讓人家先拍嘛 拍完再換你 這不是國際的一種約定俗成 或是默契嗎 我去日本去歐美玩 也是大家 先來後到嘛 先到的人先拍 後到的人等前面拍完再拍嘛 是吧 甚至如果這個點太夯 那就大家排隊等著拍 不都是這樣嗎 這種正常的人與人交流的關係 友善的行為 這小粉紅眼裡變成中國人要給日本人拍照讓位了 這就是幹什麼呢 這就是碰瓷 故意吸流量 還扯什麼 你們日本人就不該在圓明園拍照 圓明園是日本人燒的是吧 科普一下哈 圓明園是被英國人爾爾金下令燒的 而大清的學者李慈明他認為啊 這個焚燒的行為是海淀區的窮人 以及沒有權力被打壓的滿洲旗人貴族聯手計畫的 並嫁禍給英法聯軍 事實不管如何 不管是大清的子民或是英法聯軍 雙方確實都有強奪裡面的寶武 那按理來說 你們中國人與英法人才不能去圓明園旅遊打卡派照 日本人跟圓明園八坑子打不著 他們才可以進去拍照 對吧 而我也不能理解小粉紅都對大清的皇家被搶 大清的皇室戰敗感到義憤填膺 怎麼樣 你們都是趙家人 你們都信愛心絕羅是吧 那裡面有你的一杯羹是嗎 不好意思 沒有 你們那個時候不是民主國家 現在也不是 我們接著看下去 日本人是日本人 日本公司的在這工作的 那你說白了 不然記得 那你要說這個也有點 你這是管理處的意見嗎 那有點不對吧 因為去年整個一個團隊 整個一個日本團隊就沒讓進 人大家該買票 買票 既然買票的管理處讓進來了 您代表管理處的意見 你日本人進來 你不能讓地方代表管理處的意見 我不代表 但是你必須要尊重我們這 我尊重了 讓地方給他們日本人拍東西 我尊重你們了 尊重你們了 看到這個管理員就更好笑了 說我支持中國網紅的說法 日本人就不讓進 那我是認為 你就直接在這個圓區的告示牌貼 日本人不讓進 這樣不就好了 你不貼嘛 是吧 你還收人家錢 收人家錢 你又不讓人家進來拍 我是請各位懂日語的網友 趕快大翻譯運動 搬運過去日本的網路 讓日本的議員電視台看到 日本的景點也可以開始學中國這樣子 禁止中國護照的旅客 幹嘛讓他們來這個經國神社大鬧 幹嘛讓他們來奈良為這個鹿吃屎 踢路的頭 還給他們吃中國護照 甚至讓他們在日本東京的街頭 S女孩子 前幾天的事情 你先去叫習近平鎖國啦 不准日本人跟以前欺負過中國的列強 包括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奧地利 荷蘭 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諸如此類 還有俄羅斯之類的 是吧 我們接著看下去 都不說這個了 怎麼把包邊上 永遠不會給日本人讓地方走 那可以 看到這個我真的覺得非常可悲 正常的理善往來嘛 這種很純粹的拍照的問題 而且是人家先到的 又不是說你拍到一半 人家說滾 換我拍 如果是這樣 那就另當別論 那絕對是你對 簡單的先來後 到拍照的問題 你把人家說成什麼 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層面 你們搞笑啊 你才是最大的漢奸走狗賣國賊 你染什麼西洋人的黃髮 中國人是黃髮嗎 中國人有發明藍髮妓嗎 還帶西洋人發明的眼鏡 這是誰發明的 還穿歐洲人發明的襯衫 你要知道 英法聯軍當時火燒元明元 也是穿這個內襯的襯衫 外面披個紅色的 那個紅山軍英軍的服裝 你還穿著襯衫 你適合居心啊 你漢奸啊 你身為一個中國人 你就應該留著大黑長髮 隨身帶著畫板 把這些漢奸走狗賣國賊的畫像 趕快畫下來 因為手機也是西洋人發明的概念 不管是不是華為或是小米的國產 他們的概念都是西洋人來的 你應該也要隨身帶一個歌籠有沒有 隨時飛歌傳輸給那個補塊 然後你應該雇用標局的人來保護你 你應該上馬車 而不是上這個類似什麼 阿法車的東西 你更不應該背著西洋人發明的鞋背包 你應該要背什麼 禁囊嘛 或是把錢包盤纏 放在這個漢服的內襯裡面 衣袖裡面 穿草鞋或是功夫鞋 不能穿西洋人發明的 現代概念的球鞋或是運動鞋 而你家中的女性更應該裹小腳 那這名叫做亞人的中國網紅 他被很多人挖出 他就是一個碰瓷大王 而且他似乎還是個小小造家人 有在英國讀書留學 也有在美國讀書留學 然後他曾經在19歲的時候呢 在美國加州 因為想要去S一個當地的女孩 未稅 逃回中國前被美國警方給逮捕了 最後賠了100多萬才解決這件事情 有沒有非常的可憐 有沒有人的可憐